親水祖師救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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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程超傳奇 親水祖師救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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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程超傳奇 文昌帝君鬍子竟然會變長 那我們文昌帝君 他其實因為我們每年的農曆 12月24號會有那個送神的儀式 因為我們平常都在這邊待 就是比較不會特別去注意到 他可能一點點的變長 是因為那一天送神的時候 我們義工來整理文昌帝君的鬍鬚 他發現說他的鬍鬚 好像跟之前他來整理的時候 長度不太一樣 然後我們那時候後來才去翻照片 然後翻到說民國一百年的時候 他的照片無需只有到 他的妖記的這個部分 那現在已經到妖記以下 那全擺這個部分的地方了 這尊太陽宮深事沉迷 據傳就是當時這個愛河 就是飄來一塊巨木 兩邊的居民就討論說 那要不要雕一尊神明來奉事 那這兩個行業 像是曬眼或者曬殺 他其實非常需要太陽的這個功能 所以他們就合意叼了這個太陽宮 來祭祀 這尊太陽宮的來歷眾說分雲 他究竟是誰呢 清水祖師臨為救急 這是怎麼一回事 這間廟的開機老祖 甚至坐鎮在一處神秘的地方 精彩內容都在今天的台灣百廟 高雄的廟宇數量是全台第二多 廟宇廟之間的連結也相當緊密 而在高雄竟然有一尊神明 會在三間廟宇之間淪寺 於是百廟團隊決定前往一探究竟 首先我們來到這間廟 走到廟城 映入眼簾的是四尊巨大的將軍神像 這是什麼廟呢 我們這間廟會在名字前金萬人宮 尊於前金區的大廟 這區的大廟 我們的祖神是清水祖師 我會說是黑民祖師 還說是垃圾祖師 我們都是 這個森林都是在福建安家來的 清水祖師有四大部長 我們現在裡面有一個 彰房梳理四大雄軍 西元1747年 乾隆十二年 那時候來 他來這裡開基的時候 初頭前是那個 拜三官大帝 嘉慶初期 以廟的就職為中興 周圍的社內 林頭圍 田寮宅等三個角頭 村泰民安 為了感念神恩 決定共同集資建廟 並增奉三角頭各自的主神 清水祖師 天上聖母以及持府千歲 後來收到嘉慶皇帝賜名萬興宮 並在光緒六年 廟宇正名為乾金萬興宮 即為乾金廟 既然是由三個角頭的主神清水祖師 天上聖母以及持府千歲 那為什麼廟內的主神 會是清水祖師呢 小孩子要搖得很大 比較少 差不多都會在那邊那邊 那邊那邊 他那邊沒有發達 那一年沒有 有剛才三角頭 角頭有鋒台 清水祖師 天上聖廟 就門興聖地 在府千歲 那一陣子大家說 這樣 清水祖師 在那間 在生的時候 都破橋 做路 都失貧祭苦 在營養和醫學方面 在生的時候 都有研究 所以大家庄民 村民就說 不然我們怎麼去一間 合主來去 更大間的廟 這樣主神 來改清水祖師 那三角頭 其中一角頭 清水祖師 來出 他出清水祖師 另外兩個角頭 來出 天上聖廟 跟地府千歲 在那時候 初期的廟 就是這樣來 因應當時的時空背景 希望小孩 還能夠平安長大 擅長藥理的 清水祖師 就成了萬興公的主神 幾百年來 在乾津區 看顧他的子民 那麼清水祖師 是誰呢 清水祖師 是聖人宗時的 禪宗的修行者 拜師到一段時間後 他就離開師父 離開師父 去給他行醫 借水 村民那時候欠佛 他都會叫我們祖師公 他們都叫祖師公 請去祖師公 說叫他來救佛 結果都有印尊 都有現功 他原子之後 他剛才在王先生 他這個觀點 他六十五歲 在王先生 在原子 他們的村民感念他的那些功德 我們來雕塑他的神像 然後我們去流傳 清水祖師 而他被稱作 黑面祖師的原因 傳說與他在福建安溪 找到一處寶地想要修行時 與當地盤踞的鬼魅 展開了一場鬥志 鬥勇的對決 我們幾個比較感傷 我們跟他約法說 我們這裡有一個山洞 你如果進去那裡 可以坐七天 七明七日 沒有出來 我們的山洞 七天過的山洞 王先生說 這個成績作書 一定是四里來面 因為他外面 他在七天中間 他在山洞口 都用那個茶木材 王先生都對對對 王先生打開 打開 打開用那個 用那個 用那個 都噴在洞裡 他是我們四里來面 因為那個洞 很陰寒 日夜溫暢 很大 結果七天後 他們打開去看 就是說 坐著坐著坐著 就在前面 不是 這個山洞 幫我寬給他說感恩 用他做他的 他的那個 甚至說修作 他不是說 媽祖修那個 順龍尼 成績跟修工 所以他的 他的角力 要他的幫忙 這樣 現在就說 我們這個蘇台將軍 就是這樣 要在那時候 他的旅台面 都分到整個面 都合遇 清水祖師成功 收復鬼魅 而他們也成了 清水祖師的四大部將 張將軍 黃將軍 蘇將軍 以及李將軍 也就有了 四大部將的神像 而部將成為塑像 在台灣極為少見 萬興工為圓滿 清水祖師道場 經過了祖師工的浴室 才有塑像的產生 並在2019年開關 威風凜凜的鎮守在廟城 而在萬興工內 還有很特別的珍藏古物 收藏有大名宣德年製的 銅禁蘆一座 以及光緒七年 以及十一年製的 石香蘆各一座 蘆嶺相當悠久 可以說是萬興工的 正宮之寶 也能夠間接證明 萬興工的祖師爺 的確有幾百年的歷史 既然萬興工有上百年的 禁蘆跟石香蘆 想必開機清水祖師今生的歷史 相當的悠久 不過環顧內殿 除了正殿的神尊之外 有發現開機的清水祖師 神尊在哪裡嗎 它平時都接在 我們錠電的塔跟電 錠電的塔跟電 都接電 我們要搶下來 我們要半杯 三杯我們才能搶下來 為了讓百妙的團隊 能夠拍攝開機的清水祖師 總幹事特別請示 讓大家可以近距離 一堵清水祖師的風采 讓大家可以近距離 一堵清水祖師的風采 初期 醫藥不發達 很多經濟不好 很多村民 都會去 用鐵 中藥 或是草藥 它都要一個藥因 藥因 那時候都會 來掛它的麵包 所以都有點刮傷 它的屁股這裡 整天這裡都有刮傷 要做藥因 但是我們到最近 最前幾年 我們有來請 是說 老祖師是不是 要來整修過 這樣 它沒有 這算老人 老人要維持 一種以前的內部 一種風針 一種樣貌 根據廟方估算 這尊開機老祖 應該有三百多年歷史 極其珍貴 有機會來到 萬興宮拜拜 記得睜大眼睛 找找開機老祖在哪裡 不過聽說 這尊開機老祖 竟然一度消失無蹤 這是怎麼回事呢 那時候 聖宮很健康 鳳山和高雄 就有一個距離 中間都沒有 交通不好 因為那時候 要嫁娶有沒有 要嫁娶 都會來請新春 我們去他們家 不算到 宮去這樣 那時候 老祖就要請他 請他 請他 現在結婚之後 那個新郎 帶掉去這邊 現在老祖把我等他們家 他們白毛 人知道這個在哪裡請他 現在有一天 那個四角 起來 我們兩個人問了 四角說 我問一下 在鄉鳳山鄉魚 鄉魚 鄉魚有沒有 鄉魚到一間 算是那時候都獨立堂 一個四樓 四樓的獨立的房子 住在庭裡 那個橋 橋頭裡 在那裡 在心 在心有沒有 我們裡面的福人員 問問說 老祖 老祖 對 人家的幹部 我們要請一頓生命 對 老祖說 有啊 那時候我們老祖先帶我 我請回來 我們老祖先去做邊緣 想說 在裡面邊緣邊緣 我們就不買那個了 才會知道 我就是你們萬元宮 他就請回來 幸虧開基老祖 順利找了回來 繼續待在前經萬興宮 來護佑莊名 那麼既然清水祖師 精通藥理跟陰陽 那有沒有信徒 曾經受過祖師公的幫助呢 因為我先是口腔癌 然後他因為 口腔癌很嚴重 第四期了 一般四期 應該都是很快就會走掉 但是因為 來祖師公這裡清洗 然後祖師公保健 補照 向玉航大帝請求 幫我先生那個 身上患的病骨 把他抽回去 收回去 然後因為這樣子 玉航大帝有開恩 四三聖杯 所以我先生就 開刀什麼都很順利 到現在已經二十幾年了 國小姐感念祖師公慈悲 廟裡有需要就會來幫忙 另一位信徒忠先生 也是萬興宮的義工 會成為廟裡的義工 是因為他的兒子曾經發生了一場 嚴重車禍 連人帶車 摔進卡車底下 我做樓主 樓主才在我們家 我就當時發生 我就去找我們樓上 祖師公說 我父親的車好 在隔壁去清洗 麻煩祖師公 聽聞到無 到他去清洗 幫我們幫忙 很緊張 不知道怎麼說才好 那就是他爬起來 就跟他說 爸爸十秒給你煩惱 整個月都沒睡 很難睡 我才沒力氣 就跟他說 爸爸我十秒要掛來 有錢金金的 全身有給他躺下去 那時候有想到 那就是祖師公嗎 有 我有想到 因為樓主他在我們家 樓主他在我們家 所以我感覺 祖師公有的神奇 給他補皮這樣 父子深信 並這是清水祖師的庇佑 發願終身為祖師公義公 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多年 外星公還有許多神尊 有一尊神明更為特別 他會在廟宇之間淪寺 前進外星公就是其中一間 究竟是哪一尊神明呢 這個木材是三角頭 兩角頭 現在說兩角頭 鄉東發展 後來我說 就是三三公廟交換 鄉東 確信順了兩個輪流拜 然後再加一個 修三公 他如果說我們的聖誕 不管那時候 就是我們要請 請到我們就 拜到後間 我們這三間 後間的祖神在聖誕 我請他拜 拜到另外那間的聖誕 都請我們輪流 沒有固定的極限 真正的太陽公 在修三公 原來太陽公現在 並不在萬興公 不過也沒關係 萬興公各店大小 神機不斷 在文昌店 就曾經出現過 兩次特殊的現象 那我們文昌帝君 他其實因為我們每年的農曆 12月24號 會有那個送神的儀式 因為我們平常都在這邊待 就是比較不會特別去注意到 他可能一點點的變長 是因為那一天 送神的時候 我們義工來整理 文昌帝君的鬍鬚 他發現說 他的鬍鬚 好像跟之前 他來整理的時候 長度不太一樣 然後我們那時候 後來才去翻照片 然後翻到說 民國一百年的時候 他的照片 鬍鬚只有到 他的腰寂的這個部分 那現在已經到腰寂以下 那全擺這個部分的地方了 真的覺得 文昌帝君滿神奇的 因為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也是不敢自信 對 然後看到他 真的兩個一比較之後 長度正差很多 不是說 差一點是差滿多 那因為文昌帝君 他其實在我們這邊 也是滿靈驗的 像我們這裡 有時候考試 都會有人來求 譬如說 綁單或什麼之類的 也是神奇不斷 然後我們都有那個 文昌店的這裡 都有榮譽榜 整面的榮譽榜 都是前來還願的信徒 文昌帝君的鬍子 是用塑膠製作的 還能夠變長 讓廟方澤澤稱奇 文昌店裡除了 供奉文昌帝君 還有至聖先師 主席夫子 奎斗新君 以及月老新君 負責牽起櫻園縣的 月老新君 在七夕當天 還真的搭了一座雀橋 那天是我 打理到文昌店這邊的時候 然後我發現說 奇怪那個大爐那邊 怎麼會有一個 很奇特的香 我就趕快把它拍照下來 它是一個 它的長度是很長的香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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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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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來請教祖師公 祖師公說他真的有讓人請教 因為祖師公很靈感 所以我就問他有問題 文昌殿裡除了供奉文昌帝君 還有至聖先師 主席夫子 奎斗興君以及月老興君 負責牽起音源縣的月老興君 在七夕當天還真的搭了一座雀橋 那天是我打理到文昌殿這邊的時候 然後我發現說奇怪 那個大爐那邊怎麼會有一個 很奇特的鄉 我就趕快把它拍照下來 它是一個摸字型 那它兩根那個長度是很長的那個香灰 那本身香灰兩個在一起滿長的 就有點不可思議了 那它今天另外一頭倒下來 倒下來的那個地方還剛好是跟另外一段 距離一模一樣 然後長度也一模一樣 然後時間點也那麼剛好 我整理的時候發現 如果你今天說一個巧合是巧合的話 其實還說得過去 可是這麼多巧合真的就是神奇 後來我是自己有寶貝問一下我們的文昌帝君 文昌帝君是說真的按那一篇就是七夕情人節 我們月老顯靈 那顯靈的時候它就搭了一個雀橋 也就是希望大家就是 都是有個好姻緣這樣子 月老興君希望有情人都可以終成眷屬 因此選在七夕當天 特意用香灰搭了一座雀橋 除了主殿之外 萬興公有建於市區的財神殿較少 在清水祖師的指示下 興建財神殿 我們在那個冠心台 後面這個冠心台 我們一後就有增加一個財神殿 就證明說有什麼做事工 有意識 就有那個 證明有工具有在講 證明說 不然就樓下 這些大 不要用這些大 來改造那個財神殿 因為 變成說 市區裡面 有財神殿的那個 廟戶沒有這麼多 所以變成說 怕死的 但盡量不允許 我們一般的信證他們的訴求 財神殿主寺五爐財神 在2023年舉行開光引鈴安座大典 奏請御地直接排鈴住駕 其神殿相當的尊崇 店內金碧輝煌 後方的壁堵還有一條金龍 以泥塑精心打造 氣勢十足 廟方更在財神殿內設置金紙 起願卡自動販賣機 相當創新 替我們介紹財神殿的 趙委員也在廟裡服務了 很長一段時間 從他的父親開始 就跟萬辛公清水祖師 結下了緣分 因為這是第二台 因為我們 前一台我們 這裡六十幾年 這裡廟在營棄的時候 那時候是我們爸爸去的 來這裡刀牙手的 所以變成說 我們爸爸過世後 裡面醫院就說 好幾台過世 第二台也要去救出來 所以就來在講 變成說我們是 變成說生命牌 我們不會去貼死 所以變成說 來這裡刀牙手 下去的時候 幾幾幾幾幾有感覺 說 我們出門的時候 有生命跟我們對調的 那種感覺 就有些人 修法那個 說 你出門的時候 都有生命跟你對調的 這樣 就變成說 變成這樣 對不對 到七十幾歲了 對不對 沒有發生什麼其他的事 是這樣 受到清水祖師庇佑 一家人都為祖師公服務的 不只有趙委員 主委徐貞巢更是資深 因為我是來這裡 已經有二十幾年了 我三代 我老公 我老婆 還有我第三代 所以我這裡二十幾年 所以我演唱 接拜拜 做事 補皮 都不知道 所以我哪有感覺 因為我現在八十幾歲了 我過身體 現在我在這裡 已經身體 也好很多 我現在八十幾歲的人 來做事 我父母真好 抱持著一顆虔誠且敬畏的心 神明都會保佑順遂平安 而萬星宮的廟體建築 也有特殊之處 我們現在目前 我們前進廟這個地方 這個建築門 是在差不多五十年前 民國六十二年的時候 完成的 完全就是 尊叫我們這個 北風的建築 宮殿式的一個建築 但是我們外觀 雖然是這個 北風的建築 但是我們來保佑頂式 還有一些 裝潢設計 是拆除南風的設計 萬星宮主體建築的外觀 採華北宮殿式風格 取歇山重沿之勢 簡單莊嚴 主店頂己設雙龍護墊 由廟城登十階 直達二樓主墊 店內則是華北 與華南式混合 而裡面的門神 也是相當珍貴 門神的建築 門神是剛才我們 我們這個盤賴水 盤賴水盤老師 他的作品裡面 就是每一個人 在看到這個門神的時候 他的感情 這個感情是最重要的 我們都知道 國外有一個叫 蒙娜麗莎的微笑 這個蒙娜麗莎的微笑 最重要的是 你怎麼看 怎麼看 都看到他的眼睛在看他 盤賴水老師 他的門神 就是有這種的特色 雖然這麼危險 但是呢 你和他 你如果說 心存好心的時候 看到他 怎麼想要幫你 保護的好人是誰 所以說 他總可以在這個門口 把這裡拍攏 一些妖魔鬼館 刮到他外面 所以說 看到水益老師的作品 真的 不但 對他的功能存在 實際上一定 到這個藝術 潘麗水大師的作品 心裡雅致 一筆一畫都是藝術 委員還說 這廟內的天井 更是不能夠錯過的 建築重點 提前是這個 康漢丁老師 康漢丁老師 他的那個目光 他一定把這個 團統 我們的工藝 一定是 做在我們廟人裡面 他不是說外面的 中風最大的不一樣的 就是說他用工法 開始去做他的設計 所以說他玩家 像我們的北瓜 我們的陰陽 他用這樣子的一個角度 去設計我們這個 整個天井 這是我們的特效 細膩雅致的內部建築 全被萬星宮 好好的保存下來 繞廟裡一圈 就像是一趟工藝品的巡禮 而從廟內往外望 層層堆疊的牌樓 寫著萬星宮 清水祖師 以及蓬萊仙境 沒有繁複的裝飾 卻顯得磅礫氣勢 這都是祖師宮的指示 在市中心有這樣造型的牌樓 著實不多見 再從牌樓 望向萬星宮的主體建築 廟宇主殿前的階梯上 還有一條巨型 而且霸氣十足的彩龍獻珠 我們中有一個玉蓋 有沒有 我們等一下看到 現在目前我們廟人 給他彩珠有三滴立體的 有一條龍 在這裡可以瀑起來 這幅彩龍獻珠是知名藝術家 圖龍老師的作品 利用3D彩繪藝術 讓整條金龍活靈活現 讓傳統的廟宇多了新的風貌 是相當顛覆傳統的作風 而我們發現財神殿的頂樓 有一尊巨型佛像 他是清水祖師嗎 最近我們外面這裡有 還有增加一個我們祖師公的大佛 這是為我們這個祖廟 福建的祖廟裡面 他完全尊叫他的竅城 然後縮小之後 依照我們這個地方的佔地 縮小以後 把它刷在我們這個地方 來把原地做起來 觀星台頂樓安鳳的清水祖師大佛 是大理石材質 高六米莊岩宿木 而在福建安西的清水岩祖廟建築 相當特別 依山而建 夏陵生禍 為三層樓格式 外形就好似地的自行 廟地將建築與山林實體融合 風景優雅 美如蓬萊仙境 清水祖師生前與成神之後 都有許多靈驗事蹟 而其中又以祺宇靈驗廣為流傳 宋朝時期 美於漢時 清水祖師便會為名祺宇 皆多靈驗 因此在安息祖廟 還可以看到重建後的祺宇台 雖然萬星宮沒有仿建祺宇台 不過莊蓮的大佛就足夠吸睛 到了晚上 萬星宮的夜景也是一大看點 在不同燈光的點綴下 廟宇整體建築更顯氣派輝煌 不過這時萬星宮突然出現了人潮 原來是準備問世 每月的農曆初三跟十七 萬星宮都會舉辦問世 晚上七點鐘一到 準時傾身 當初我來這邊的時候 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時候 我現在想起來 我就心中就是還有很深的感觸 除了經濟以外 還有一些官司 就是各方面都非常的不如意 但是我來了之後 我每天每天來就是三處鄉一點 真的是一天一天的進步 我要為他服務到我不能動為止 拜拜之後 多數以後 師傅要一個禁錄說 我現在很久沒有人的營料 要禁錄 這樣禁錄之後 比較有氣息 無形中的感應 什麼樣的感應 有感應到客人一直 源源不絕而來 雖然萬星宮沒有仿建起雨台 不過莊聯的大佛就足夠吸睛 到了晚上 萬星宮的夜景也是一大看點 在不同燈光的點綴下 廟宇整體建築更顯氣派輝煌 不過這時萬星宮突然出現了人潮 原來是準備問世 每月的農曆初三跟十七 萬星宮都會舉辦問世 晚上七點鐘一到 準時請神 倒下一加多大饭 青水粉撞 當完第二碗 經過大約十分鐘 清水肚子降ifi 林博烏 問世正式開始 因為农曆七月停車 問世 這次特別多人 我們找到了 這位問世結束的信徒 他是什麼原因而來的呢 在雷公沒聽 你忘記這樣 要來詮教我們萬人 跟祖父在說 他說他就要 因為我在七月底 都要在七月底 我忘記我們爸爸 說他去洪軍 去洪軍 我就要來詮教祖師公 對 祖師公公 他真是有給人拱命 這樣 因為祖師公很冷感 所以我就來問他 有問到我 怎麼會比較安心 當然我們這樣比較安心 不然如果問到這樣 我們也是感到心肝就鬆快了 因為我曾經之前 也有夢過一次 也是夢見他被掛 他這次又夢見 我就覺得很奇怪 終於是他來的 對啊 因為祖師公公 他帶靈感 他很敏感 很靈驗 在清水祖師的指點下 蔡小姐終於放下了 心中的大食 那麼這一位信徒 又是為了什麼事而來的呢 我女兒在高中的時候 非常非常的叛逆 然後我就想說 用兇的也不行 然後好好講也不行 求助無門 然後就在一個姻緣際會下 我就知道說 萬興公這邊 初三跟十七有在問事 然後我就來問 當然是偷偷來問 然後就問周祖公說 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個女兒怎麼會變這樣子 然後周祖公那時候就說 是偷偷地心 結果在師姐的解釋下 我才知道說 原來偷偷就是活著的人 然後是不好的朋友這樣子 然後他就賜了我一個平安符 然後就說 你回去就給他放在枕頭底下 保他平安 然後我就給他放在枕頭底下 而且很神奇的是 隔天喔 他就哭訴說 他男朋友要跟他分手了 和平的分手了之後 我女兒就開始越變越好 然後變到現在非常的好 我身邊的朋友都知道這件事 透過問事 協助信徒開始解惑 祖師公神為賢賀 保佑信徒化賢為夷 同時也可以透過送金 修復的基善 萬興公有送金團 也有開班授課 負責教導送金的是這位何仙姑 她已經在萬興公服二十多年 是什麼契機 讓她跟萬興公的 清水祖師結緣呢 我當初八十七年的時候 來得到現在 當初我來這邊的時候 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時候 我現在想起來 我就心中就是 還有很深的感觸 那時候就是 我先生投資失利 那時候剛好一個契機 想說 就是自己沒有工作了 就是在另外找 然後就可以看到這邊有在登堡 然後就來應徵 那之後就是除了經濟以外 還有一些官司 就是各方面都非常的不如意 但是我來了之後 我每天來就是三住香一點 祈求我們清水祖師祝福菩薩 讓我的狀況可以改善 真的是一天一天的進步 所以以至於就是說我現在 其實我現在在這邊二十幾年的 我的想法就是在報恩 我把這裡就當作我的娘家一樣 我在做的再多都沒有辦法報答我們 祖師也對我的恩情 是這樣子 所以我非常的感恩 我要為他服務到 我不能動為止 在清水祖師的庇佑下 和仙姑度過了人生低潮 現在家庭美滿 慈悲為懷的清水祖師 也庇佑了一家餐廳的生意 位於萬星宮附近的海鮮餐廳 老闆夫婦就是清水祖師 忠實的信徒 這棟三層樓建築 外頭漆上蔚藍的海洋顏色 容易讓人聯想這是一間海產店 海鮮粿是每一間海產店的 精華之處 魚類逐一百放整齊 還有各式的蚌殼類 飽滿圓潤 更有新鮮直送的螃蟹跟鱘類 全都是老闆親自處理 這邊有一個太陽公輪式的 一個狀況 所以說巨船就是當時這個愛河 就是飄來一塊巨木 像是曬眼或是曬殺 它其實非常需要太陽的功能 所以他們就合意雕了這個太陽公 來祭祀 那時候有一個反親父母 跟他懷念那個崇禎皇帝 有人建議說 要不然怎麼撤禎崇禎皇帝 因為在於在於在於 所以我們的太陽公 就是十美三母 不是穿的 真的太陽新鮮有沒有 很壞 海鮮櫃是每一間海產店的精華之處 魚類逐一擺放整齊 還有各式的磅殼類 飽滿圓潤 更有新鮮直送的螃蟹跟巡淚 全都是老闆親自處理 老闆陳有緣 人稱老三 是澎湖七美人 為了討生活 離開家鄉到了高雄 一開始從事電器業 因緣機會下轉行 投入了海鮮餐廳的經營 無視自通的老闆以外 發現料理海鮮的才能 一做就是三十年 正因為老闆是澎湖人 餐廳的海鮮幾乎都是 從澎湖運送過來 這道石斑魚肚會酸瓜 就是老闆向我們介紹的 地道夾養 酸瓜也是很多 就把它醃製起來 酸瓜來炒 新鮮的東西都很好吃 石斑魚肚它 那裡煮又有Q 又營養成分又夠 因為我們有經過藥物發酵 它又比較不會腥 單吃酸瓜 酸味明顯 還帶一點瓜果清香 特別脆口 跟石斑魚肚一起烹煮 讓石斑魚肚多了酸甘味 Q彈帶勁的石斑魚肚吃起來 更加的酸爽開胃 不僅保有魚的鮮美 還能夠去除腥味 是很特別的滋味 接下來這碗湯 可別小看它的外型 有著令人難忘的滋味 這個湯是澎湖的鞏母魚 把它打成魚漿做魚丸 它這個海菜是夏天才有的海苔 弄你能夠弄你海苔 當地就很清爽這樣 以鞏母魚做成的魚丸 外型類似腰果 口感彈牙Q勁 吃進一口 獨特的香氣鮮味 隱瞞嘴中 海苔也是澎湖當地人工採收 再送到台灣 整碗湯吃得到大海的味道 除了海鮮 在老闆這裡也能夠品嘗 道地的澎湖佳肴 我知道今天就是 青花菜 稍微油油的 打這個打我打 像火菜籤 要煮的時候 再泡水還原 因為花菜先做了 放過後的飯 他用籤打起來就不錯了 要這麼醉醉醉醉 豬肉來炒一炒就好吃了 先以蔥段 辣椒跟蒜頭爆香 加入五花肉 以及發泡的花菜乾一起爆炒 就完成了這道料理 花菜乾是澎湖鮮明的智慧 早期沒有冷藏設備的時候 就用曬乾的方式保存蔬果 也就形成澎湖的獨特食材 花菜乾清鮮爽脆 保留白菜花的香味 具有比新鮮的花椰菜 多了一些特殊風味 還有五花肉的鹹香油脂 是一道令人驚豔的 道地澎湖料理 而立道南瓜米苔木 先後放進了蔥段 高麗菜 蝦米以及海鮮等配料 再加入南瓜泥 米苔木 蓋上鍋蓋燜煮一下 就可以起鍋 手工米苔木 比起一般的米苔木 更加的有咬勁 入口有米香 口感滑順Q彈扎實 老闆手工製作的南瓜泥 裹在米苔木的外層 香甜綿密 還能夠吃到顆粒 相當的有飽足感 一開始的餐廳 開在了高雄新興區 因為疫情 房東賣掉了店面 老闆不得已只好另寻店面 找到了現在的地點 也就是在萬興宮前面 不過搬到了新地點之後 經營卻沒有想像中順利 主要主要問題就是 沒有辦法內用 全國禁止內用 禁止內用 沒有生意的人要做 沒有生意的人就求神拜佛 要有人介紹我去 清水收水 收水 禮拜一拜之後 收水 他就輸我一個檢水 所以說我這裡要 很久沒有人的營養 要蒸蒸 這樣蒸之後 比較有氣息 無心中就感應了 什麼樣的感應 就是感應 客人一直圓圓不絕地回來 好久沒有看到 人也會出現 當初收入瑞檢只能苦撐 恰巧在餐廳 碰到了萬興宮的總幹事 也就有了到廟裡拜拜的契機 因而與祖師公結緣 老闆夫妻也隨身 攜帶祖師公給的福令 萬興宮如果有需要他幫忙 也一口答應 以答謝祖師公的協助 也希望能夠讓眾生知道 祖師公的慈悲 有事 然後我一頂 一頂 我沒辦法當隨身室 才會放到包包裡面 心情都平衡的 行李在做 祖師公保佈我們行李就好 來這裡 可以品嘗到駕槓的澎湖海鮮 跟老闆聊聊澎湖的美食與美景 也能夠到萬興宮走走參拜 觀賞華北市的廟與建築 跟壯觀的清水祖師大佛祈求平安 還記得我們在萬興宮 總幹事說過的太陽宮 供奉在另一間廟裡面嗎 於是百廟團隊就來到了這間廟 想要尋找這尊神明 這間壽山宮 它是祖師慈福千歲 那它是大概在清朝乾隆 二十五年的時候 從有這個仙明 從大陸那邊引請過來 這邊奉仕的 那其實一開始來這邊奉仕 並沒有這個祈生之處 所以是先把這個祈福千歲的 今生先祭祀在這個當地 就是延城埔這邊的禁祖 就是山山國王廟那邊 後來遭逢第二次世界大戰 莊名四散 祈福千歲便供奉在 蔡湖老先生的宅府裡 光復後 世生集資建廟 民國四十一年興建 四十四年落成於京縣旨 祈福千歲將旨 廟名為壽山宮 壽山宮變為延城埔莊的禁祖廟 而山山國王廟則是 延城莊的禁祖廟 延城壽山宮的主神是 祈福千歲 不過開祭的祈福千歲今生 看起來怎麼跟我們印象中 農媒大眼的形象大不相同呢 當時開祭祈福千歲 其實是據祈老說 是有在辦事的 那他是賊那個 戲嘎的在辦事這樣子 那其實你看 開祭祈福千歲在辦事 其實多多少少都會影響到 這個京生的那個狀況 多少都會有點受損 那他們擔心就是說 因為畢竟開祭非常珍貴 擔心這個京生受損 所以到了這個山山國王廟 請了一尊京生回來 那山山國王廟 他有拜祈福千歲 對 那當時是 有祈福千歲的禮 進到這個祈福千歲的京生裡面 所以就變成了 這尊很特別的 就是外貌是 祈福千歲的外貌 但是其實禮是祈福千歲的禮 原來壽山公開祭池王 其實是禮府千歲的京生 因此到了廟內會發現 鎮店池王前的開祭神像 完全不像池王般的濃眉大眼 而是有些斯文的網頁形象 相當特別 那在廟裡還看得到 最原始的那尊 池王京生嗎 現在這個開祭的京生 已經不知道去哪裡了 對 已經 它的下落已經沒有人知道了 那現在廟房都是尊稱這尊為 開祭祖這樣子 可惜最原本的池王京生 已經不知去向 廟房也都尊稱這尊京生為 開祭池府千歲 坐鎮在壽山公守護莊名 那我們要走的太陽公在哪呢 這邊有一個太陽公輪伺的一個狀況 可惜最原本的池王京生 跟鎮生已經不知去向 廟房也都尊稱 這尊京生為 開祭池府千歲 坐鎮在壽山公守護莊名 那我們要走的太陽公在哪呢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 太陽公輪伺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 據傳當時愛河飄來一塊巨木 愛河的兩邊 一邊是岩城埔 居民是曬岩的 那一邊是現在的錢津區 就是這邊稱耍地 那邊以前是曬沙的 賣沙的 兩邊的居民就討論說 那要不要雕一尊神明來奉事 那這兩個行業 像是曬岩或曬沙 它其實非常需要太陽的功能 所以他們就合意雕了這個太陽共 來祭祀 兩岸居民討論後決定將 神木雕為太陽宮神像之後 由支流兩岸的信仰中心 萬興宮以及三山國王廟輪流奉寺 壽山宮建廟之後 太陽宮就改為三間廟輪流供奉 一開始每間廟各供奉四個月 後來改為以三廟的主神 萬興宮清水祖師 岩城三山國王廟離府千歲 以及壽山宮持府千歲的 誕辰日劃分輪四日期 目前太陽宮就供奉在壽山宮 不過太陽宮既然是太陽新君 它的今生跟大家所熟知的 紅面三眼的太陽新君又不相同 因此也有另一種說法 太陽宮其實並不是太陽新君 我們太陽宮不是太陽新君 那時候有一個反親富民 改發念崇禎房地 崇禎房地 崇禎房地 有人建議說 要不然我們拿著崇禎房地的營 在壽山上去 所以我們的太陽宮就是十美三無 不是穿太陽新君有沒有 很壞 那就是火焰他沒有 因為那時候你如果說 這個是崇禎房地 絕對在那邊 所以就說太陽宮 久了 我遭音他說太陽宮 太陽宮 就是這樣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崇禎家 我們農業社會 那時候很多都噴鹽 三角頭都在噴鹽 不論哪一種說法 這尊太陽宮在三間廟輪流供奉實屬特別 也僅僅牽住了炎城壽山宮 炎城三山國廟 以及前津萬興宮的關係 成為了兄弟廟 在壽山宮裡 還有一尊造型相當特別的媽祖 小小一尊 頭戴十二條珠蓮的冠冕 手上可是大有玄機 媽祖雙手捧著的 竟然是千里野和聖風鵝 可惜廟方沒有留下 任何跟神尊的有關記錄 年代已經不可靠 有機會來到壽山宮 不妨仔細瞧瞧 這尊特殊的天上聖母 萬興宮跟壽山宮 因為一尊太陽宮 連結了兩間廟的緣分 信徒對神明的信仰 支撐他們走過低潮 展開人生新篇章 這不就是台灣宗教美麗的一面嗎